好 那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 謝謝 那 再次歡迎大家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請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過了 我們就盡快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獎者 那我請問一下第一位獎者是 范依文的理事長 徐勇律師 那第二位是陳文山老師 市立參選學院的處理教授 好 那在我把獎人交給他們之前 我先講我們最後會留一段時間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大家能夠還可以再提問吧 那我想應該剛剛是說 徐勇律師的那些人開始 那我退位給你 主持人 然後 范侄老師 還有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這裡不一定都是同文層 可能之後錄影也會上網 我相信某某也會直播 看一下我們的那個錄影 你便了解我們在想什麼 還有我們的策略 好 但是我今天講的還是 抱歉我打斷一下 關於你剛剛提醒我的一件事 如果各位有不希望被開到的 或者不希望上網的 請在活動結束之後 跟我說 OK 我們就是會離開 但基本上我們目前開的 都是只有大家被 相信大家講一次 好 那我還是比較習慣 然後我們站著講話 對 那就是 今天其實我大概 會先花35分鐘左右 跟大家分享幾個 幾個不同層次的一些資訊 跟我的看法 然後再來是文山老師 會從他一個長期 就是在教會裡面 然後在信仰裡面 包括從婦女解放神學 等等的這些分點 然後來做一些他的分享 然後我個人也很希望 是可以有一些對話 因為說真的 各說各話已經蠻久了 但是問題是 文山老師或許是同溫層 而不是對話的對象 所以也許我們是要一起 一起廣益的同溫層 所以也許我們是要一起想一想 怎麼樣找到那個對話的方法 對 好 那第一個部分我覺得 是跟大家回顧一下 就是說公投這一個手段 或者這一個做法 在同治議題上 正反雙方的論述跟動人裡面 它其實只是一個戰場的延續 這不是一個新的策略 大家知道 2013年 伴侶盟版的婚姻平權法案 十月的時候在立法院通過一讀 然後其實隔一個月 就是2013年的11月30 其實反同的基督宗教 動員了十萬人 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那在那之後 我們那個一讀以後的法案 整整被擱置了一整年之 超過一整年之久 然後只在立法院 2014年12月底 得到史上第一次的 婚姻平權法案的尋答 當年台灣史上第一次 那時候還創下臥槽還是什麼 同時最高上限進步 就是火線議題這樣 可是其實當然 這個我們要說的是 2013年為了要審法案 立院也舉辦了公平會 在當年的公平會上 反同的代表其實就說了 這件事情他們覺得 不應該是立法來決定 因為既然有立法委員提出了法案 那粉銅的陣營就說 不應該是由立法來決定 應該是要由權民來決定 也就是說要交付公投 那當年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你去偷偷看啊 當年那公投我把你偷的過 好 就是 但是 但是當然我們不會用這樣的態度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會說 這個婚姻平權是基本人權 尤其涉及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不應該交付公投來處理 這個是多數暴力這樣子 那可是確實 當時在場的一位立法委員 他也就說 他覺得未必不可以公投啊 那 除了這個具體的公投的訴求之外 另外一個可能大家也很熟悉的說法 那個說法是什麼 那個說法叫做社會共識 從最早我們開始推多元成交 或者是婚姻平權法案等等的這些東西 遇到爭議的時候政府機關不想做 他就會說 這件事欠缺社會共識 所以這裡就是公投的另一個措辭 另一個翻版 OK 那然後 過去某盟一直就是質疑挑戰 就是說 同性婚姻 他們覺得這不是基本人權 對 但是我們 帶齊納哥哥去申請釋憲 打贏了釋憲的這個官司了嘛 大法官說了 說 同性 兩個相同性別的人 要結婚這件事情 是怎麼樣 是基本人權 大法官完整的說法 基本上就是說 民法不保障 民法的婚姻直線 一男一女 不保障 同性的這一種結合 已經違反了憲法第七條的平等權 以及二十二條的結婚自由 那大法官又說了什麼 再釋字七四吧 大法官說 立法 立法院必須在兩年 自本檢視公告之日期兩年內 去修法和立法 來 至於立法的形式 大法官說 他有一定的形成自由 然後 可是呢 立法的內容呢 是不是怎麼樣 必都可以 按照大法官的解釋 他說 這個立法的內容 他必須要符合能夠達到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 所以不是你怎麼立都可以 如果你立一個 其實並不是叫做婚姻的結合 或者你立一個明顯歧視同志 次等化同性的範圍的法律 我跟各位保證我們會再提事件官司的 好 好 那所以背景就是 他們否定 同性婚姻的基本人權性質 但這件事我們用視線打了一個勝仗 但是打了勝仗之後 大家也會看到非常吊詭的 明明不是就我們贏了嗎 立法院怎麼不動 立法院不動當然有很多的原因嘛 原因就是因為 表面上的原因說 要等我們的行政院提出 公政院版的法案 因為目前在 出了司法法治委員會那兩個版本 其實並不是官方的行政院版 所以他們認為 表面上的理由是這樣 那實質上的理由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完全執政的民進黨 仍然 但高層仍然覺得 反對的勢力聲音蠻大的 而且有一些顧忌 有一些 蔡總統也很尊敬的長輩 就是 還不放行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情況跟2013年 我們的法案通過意圖的時候 在立院遇到僵局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贏了視線 當然政治局勢 我們必須說已經有所改變 當年2013年民進黨是 戰野黨 民進黨的支持同志的委員 或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對我們說 只要民進黨執政這件事不是難題 我們現在才知道就是說 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了 這件事還是難題 好 那 所以我們看到 因為有反對的聲音 使得在通常的立法程序 也就是 立法院它終究是一個 一個代替政治 所以他們是被選舉選出來的 所以 反同的立委 他常常也會說 我不是自己反同啊 是我的相親反對 然後 有些自稱自己支持的立委 也說我沒辦法出來支持 因為我的選區選民 很多都反對 所以我不能超越他們 來做這個決定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很好笑 那這樣我們所有的立法 為什麼不要都用其期待 大家按表決的 全民表決好了 就是 可能也不需要 代替政治了 這裡面其實有太多太多 可以去戲談的東西 但是我這樣談下去啊 應該是 沒看到公共主文 所以我先 我先跳過就是說 這個背景是 當一個 社會上 有 很有組織的反對 力量存在的時候 這件事會使得通常的立法 程序 進入僵局 那這個情況 在有些國家發生過 譬如美國 美國過去 因為婚姻的立法 是各個州的權限 所以有的州 通過了同婚的法案 又被反同了 用公投推翻 加州就曾經發生過這個例子 那後來又再犯案翻回來 那在2012年之前 美國有非常多的州 都藉由 保守的這個政治勢力 跟宗教的這個結合 都發動了反同婚的公投 然後公投黨大選 催化他們的選民出來投票 2012年之前的反同婚的公投 都是反方贏 然後是到2012年之後 政方開始在公投的票箱裡贏了 那一直到2012開始贏之後 其實都還是陸續有一些州 還是有在辦公投 但是一直到2015年6月 美國的Supreme Court 就是他們的聯邦最高法院 一錘定音說了 說這件事就是這個人權 是美國憲法所保障的 所以也不是各州自行決定 你要不要承認同性婚姻 是全50個州都必須承認 在那之後就沒有再公投了 那至於愛爾蘭 有人也會說那愛爾蘭也是公投啊 不就這樣同婚才過的嗎 你們不要怕嘛 偷偷看嘛 既然政方每次都說我們 你們有過半的自己 愛爾蘭的公投是什麼樣的公投 愛爾蘭的公投 是修憲的公投 是把保障同性婚姻這件事 放到憲法的層次 變成一個憲法層次的保障 所以在愛爾蘭的憲政組織 要修改憲法的話 是必須要公投的 現在反方如果真的要 合憲合法的阻撓正方 我個人認為 同婚這件事他們只有兩個 是比較正規的做法啦 第一個做法是 推一個修憲公投 把反同婚條款寫進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修憲公投其實你要先經過 立法院的提案 四分之一委員 令委提案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同意 然後公告辦人在交付公平公權 可能嗎 好 世界上也不能說一定不可能 好 但是很難嘛 對不對 很難嘛 好 第二個是 正規的做法是大法官在 四字七四八之後 做成了另外一號解釋 把這個同志結合的權力 做了相關的限縮 或者是某個意義上推翻 四字七四八號確立的原則 這是兩個比較正規的做法 那某某當然 他沒有辦法期待 大法官會在剛做成 四字七四八的狀況底下 大法官竟然又有機會受理 他連要 這案子要從哪來 也是個問題 因為釋憲也不是 你要申請就可以申請 因為要符合一定的釋憲條件 為何時間過得如此患 好 我現在呢 加快速度 有一些故事我就略過了 那當然我們會錯失一些東西 但沒有關係啦 我想 好 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剛剛講到說 四字七四八當然他沒那麼容易推翻 是不是七四八當然他沒那麼容易推翻 修憲公投他也提不出來 因為那不是掌握到他手上 他要說弄這麼多的立委做這件事 幾乎在現在就是不可能的 那剛好公投法他修改了這個門檻 變得比較低嗎 好 那可是即使在公投法修改之前喔 2016年的選舉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記憶還記不記得 2015年開始就有一個下輔盟 也就是也是盟盟啦 就是推了一個叫護家公投 其實那個護家公投是得到了 蠻多人的連署 即使當年的連署門檻是高的 他們還是好像我記得要二十幾萬人的連署 所以有效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不跟他爭論那個數字 只是他過了程序上的門檻 但然後可是卻被認為 他的公投主文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舉辦了聽證會 那伴侶盟的志工包括我自己 都可以去參加那個聽證 那那個聽證其實後來是把他的公投奪回 因為認為他的公投主文是違反公投法的 某一些基本的規定 包括他那個公投主文是包山包海 然後違反一案一事項的原則 你公投因為你的票子能投同意 所以你如果問的一次是兩件事 那怎麼知道你同意什麼不同意什麼 所以公投主文必須符合所謂一案一事項原則 再來公投的主文必須要怎麼樣 清楚明確 如果你的公投主文不清楚不明確 你投出來有了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要怎麼執行 他會有爭議嗎 那再來當然還有一些內在的限制 包括什麼 包括你這個公投的內容 如果你是必須要依循修憲的程序去做的事 其實你不能用一般的法律的這個創制或複決 或重大政策的創制複決來做改變 這個是憲政體字底下也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也就是大法官的解釋他基本上的位階是什麼 其實是憲法 你要改變這個內容的話 其實你是要修憲 或是讓大法官做成另一號解釋 所以就是我剛剛說的正規的做法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直接進入這三個公投的主文 第一個主文 我們有三個公投 你們知道哪三個嗎 第一個是叫做婚姻定義的公投 第二個是關於一個專法的公投 然後還有一個是跟同次教育有關的公投 我現在很快的分別講 那我認為他們的問題都蠻多的啦 比中央選舉委員會在聽證的題目上列出來的還要多 那可是我今天只講重點好了 那第一個婚姻定義的公投 題目是這樣子 你是否同意婚姻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你是否同意婚姻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這是所謂我們簡稱叫婚姻定義的公投 大法官不是就說了嗎 民法的婚姻只限一男一女不保障同志 被認為是性傾向歧視 然後侵害人民的婚姻自由 還被宣告了一下嗎 那今天來這樣一個公投 他算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樣看齁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公民投票法 公民投票法 什麼東西可以公投 什麼東西不能公投 可以拿來做全國性公投的東西 包括法律的覆決 法律的覆決意思是說 現在有一個法律被通過了 可是我不同意他 所以我交付全民覆決 譬如說勞基法的修正條文通過了 很多的人不同意這個修改 所以拿來做法律的覆決 那目前中選會也公告了 有五個勞基法的覆決被通過了 對 好 的覆決的提案通過了 然後第二個是立法原則的創制 什麼叫立法原則的創制 創制是什麼意思 覆決 覆決就是從有到有 立法院或者是政府 有某一個東西 然後我希望把它否決掉 那這個叫覆決 那創制呢是倒過來 創制是從無到有 本來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藉由創制公投的程序 把它創造出來 然後要求政府要去做 各位可以了解這個意思 好 那婚姻定義的公投 會不會是立法原則的創制 他創制了什麼原則 說婚姻陰陷必難應欸 我必須要說四字七四八 並沒有說婚姻不可以 包括一難應 四字七四八指責的就是 婚姻只限一男一女 而不包括同志這件事 換句話說婚姻目前已經是一男一女 那麼你今天要做一個立法原則的創制 這裡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你是在這些相關的法律還沒有修正之前 想要先創制一個就是說立法機關 不可以通過特定的法律的一個 為內容的一個公投嗎 立法機關不可以通過一個 讓同志可以結婚的法律嗎 你創制的立法原則 其實等於是說立法機關未來修法 不可以讓同志可以結婚 有點像這個意思吧 這三個公投的公文 大家在辦公的網站上都可以找得到 其實事實上這件事 他的標的是有問題的 然後他提案真正的爭議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事實上這個議題 其實當然還包括一些我覺得 也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大法官在四字七四八 其實還說了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是說 如果立法機關兩年內不修法 同志同性二人可以直接 依據民法婚姻章到護正登記結婚 不是嗎 那我問你們喔 如果今天他們這個公投 雖然我認為中選會根本應該加以駁回啦 因為根本就違反四字七四八 然後他的真正的意思也不太清楚 而且我也認為他不符合 就是公投法可以公投的事項的標的 但是假設他竟然沒有被駁回 而交付公投了 那第一個就是他公投 他還真贏了 我說反方如果還真贏了 我們假設吧 好 我看到大家臉垮下來了 是不是 那他真贏了喔 假設喔 好 只是說婚姻陰陷一男一 可是立法院沒有進行任何修法 因為現在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啊 不是嗎 然後四字七四八說兩年內不修法 就同次可以直接去登記啊 不是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公投如果可以過 其實是會製造很嚴重的憲政危機的 他事實上我認為他就是有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筆觸大法官的解釋 然後 再來他有另外一個公投 是差不多的 但是是叫做專法保障同性生活權利 看起來很好心啊 好啦 剛剛那個婚姻定例 其實還要加上十分的變數 我為什麼這樣說 你是什麼時候婚姻線一男一美 還是什麼時候要立一個專法 時間因素 在四字七四八有一個兩年 立法期限的狀況底下 他都會是一個變數 如果專法公投的意思是說 在大法官所說的兩年期限內 還沒戒字之前 我現在就不要鬧 我先看他的主文 他的這個主文就是說 這個專法公投說 你是否同意再不改變婚姻定義 是一男一女結合的前提下 以專法保障同性別這二人 經營永走共同生活的權益 需要再唸一遍嗎 不用好 前提就是說婚姻是要一男一女 這不要跟那個婚姻定義一樣嗎 剛剛第一個那個婚姻定義的公投 第二個就是說要用專法保障 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我相信某某心中想的是一個 次等於民法保障的 類似同性伴侶法或同性結合法 總之就是不可以使用婚姻這個字眼 對 這是一個我們對 依據對他的理解所做的解釋 但我現在用一個無辜的第三人來解釋 這個公投 那這個公投說 你是否同意再不改變婚姻定義 是一男一女結合的前提下 你專法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先第一個 這個違反的壓力事項非常明顯 因為它涉及兩件事嘛 一個是婚姻的定義 它這個前提本身就是一件事 它第二件事是立法行事 就是說要用專法嘛 所以我覺得光這一點 它就必須修改或是國會 那第二個 其實它也沒講時間啊 那要怎麼解讀 在調法官所說的兩年修法期間前 立法機關應該要先訂一個專法 保障同性二人結婚的權利 什麼共同生活的權益嗎 然後是一個有期限的專法這樣子 我們當然沒那麼好心啊 可是你們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認為它 它有很多爭議 是不能真正明瞭 然後投出來以後 真正要怎麼解讀 其實問題也是滿大的 然後當然它 它關於婚姻定義那個部分 違憲還有違反可以公投的事項 的那個爭議的部分 跟我剛剛分析的第一項公投 是一樣的 對 然後第三個 其實是同事教育的公投 我好像只是 我其實沒有時間了 但是 我只要講一句話就好了 同事教育公投 是我比較憂心的公投啦 然後簡單說 我認為它現在的寫法 當然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可是我認為 這個題目是這樣 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的一段內 不應該未成年孩子 實施同志教育 我打得算好久 其實它有十分鐘 是嗎 對 所以不要那麼緊張 好 慢慢講 好 那我再慢慢講 好 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 不應該未成年孩子 實施同志教育 那 這個背景是什麼 背景是什麼 什麼是國民教育 其實我們有一個法 叫國民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所稱 的國民教育的話 指的是 國中跟國小 15歲以下的 去上國中跟國小 可是還有一個 12年國民基本教育 有沒有 那個的話就會包括搞中 好 那 這個東西它的由來 當然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法 叫做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要求各級學校 其實要實施什麼 要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母法是這樣講 母法其實也沒有提到同志教育 母法只有說必須要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可是呢 然後另外教育部有一個課綱 那個課綱也是要求要有同志教育的實施這樣子 那同志教育出現在什麼地方 同志教育出現在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實行細則 因為什麼是性別平等教育 它需要一個定義 那麼在性平法的實行細則 就規定說母法所說的性平教育 包括情感教育性教育跟同志教育 那當然你可以合理的去理解 性平教育法它其實禁止什麼 它禁止對於基於性別性傾向 性別認同以及性別特質 而為的歧視對待 然後學校也都有義務 要營造一個友善的學習環境等等的 那麼所以這個公投的主文拼起來 它是法律的副決嗎 不是 因為其實法律本身沒有講到同志教育 但它會不會是重大政策的副決 也就是認為說 也就是認為說 課綱啊施行細則啊 把同志教育當作是一個教育施政的內容 這一件事是一個重大政策 然後而且是 我們剛剛說的副決 副決是從有到有的 所以它是要把它推翻掉 也就是要把它取消掉 那你說 我們先不要說這件事實質內容有沒有道理 形式上我認為它經過聽證 或者是經過某些釐清或修改 相較於前面那兩個公投 它過關的機會 我認為相對是高等 我認為相對是高等 雖然它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啦 包括即使施行細則說的同志教育 可是同志教育是什麼 老實說我教性教育的時候 沒有啦我教功名教育 我教到憲法的人 我可不可以教獅子棄思八 我教獅子棄思八 我可以不提性傾向嗎 不然同性二人要結合 是在結合什麼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的 妹妹格格更細節的東西 也就是說到底 今天我還跟一個朋友在開玩笑 因為我們就在講說 覆覺不是要從有到有嗎 但因為某某一直鬧 同志教育在第一現場 各個老師就有寒蟬效益嘛 很多老師就不敢教了 邀請人來演講什麼 就會被某些家長打電話 或施壓什麼的 然後某家長也都會去找示意人啊 施壓等等 所以我就笑說 沒有啦 現在就是已經沒有同志教育了 所以呢 這個已經不是覆訣的問題了 但這是一個很辛酸的笑話 希望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我還是要像在第一線努力的 那些老師們感到就是這樣的 替他們感到這樣的落區啦 因為其實他們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 可是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 包括沒有得到我們的 某些學校的長官 或者是主管機關 足夠的資源跟支持 那我也想說就是說 這整件事整件事 我可以想出很多法律上的理由 來去補斥他們 可是我要說某個意義上 這件事 可能 不見得那麼重要 只要他過了聽證 只要他過了聽證 這個死心的戰場大概就打開了 那第一個第二個 我們認為他被駁回的機率相對是高 但假設他經過某種修改 而中選會的委員竟然認為 可以啊這樣我可以公投 那我覺得這個戰場就會非常大 那我們怎麼辦 你可以做很多法學編論沒有錯 但誰贏你 反正你公投案就過了對不對 那就是什麼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你要了解 為什麼反同主制要推公投 當然2018年底就要大選了 這個公投顯然就是要去 催化保守的選票出來 通過他也推自己的地方的候選人 這是各種造勢 做連署的過程就是推銷他們的 所謂反同的政治裡面跟政黨的過程嗎 然後也是做組織的過程嗎 那個我認為才是他們真正的問題 然後回到最根本的問題說要怎麼辦 這個過程會有非常多的謠言不實的東西 什麼LINE啊各種宣傳都會出來 當然依據公投法如果是用不正的手法 什麼詐欺啊暴力脅迫或其他不正當的手法 來做公投的連署人會請人家投票什麼 你是可以去就是起訴他啦 但是那個你知道都還不自己 所以我再問一遍 那我們怎麼辦呢 支持同志教育 支持婚姻平權的人怎麼辦 消除人嗎 消除人我們恐懼 我們下一個階段如果還有時間 我們就會來談怎麼辦 那我想我不要佔用太多的時間 我只說我的結論好了 我的結論就是這件事雖然不該公投 但如果公投我們就要贏 如果你沒有這個決心 我呢就有可能會面臨更糟糕的狀況 就是其實要作戰的啦 美國各州的狀況也是這樣 我當然認為其實這裡面有它不應該程序上還有憲政上不應該通過聽證的理由 但我現在我們料底從寬然後推自己的準備 其實是要做最好的準備嘛 所以我先說我的結論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的執政黨現在某個意義上並不是那麼堅定的在推婚姻平權 那這個公投的結果也很可能會影響後續訂出來的法 他的權利保障長什麼樣子 對 那這件事其實很悲哀 沒有錯 很悲哀 可是如果我們不藉由這個過程一次一次的把我們所謂的社會共識要平權 要消除歧視的社會共識建立起來 要統治教育的共識建立起來 我認為這個賬他就是永不收集嘛 因為他就算輸了他兩年後不能再提嗎 他綁2020的大選不行嗎 那不然就五次讓他慘待怎麼樣 好 我先說到這裡 謝謝 這個非常謝謝 後面有聽到我嗎 好 就是非常謝謝那個許律師的這個解釋 那那個讓我們可以釐清一下我們接下來面對的現狀 那我大概就是從基督教信長一個輩子出發 那我稍微講一下就是那個 我其實不是同志 那所以我很清楚我不能決定同志入動的方向 那我把我自己介意為我只是替他們掃屏一些路障 那為了掃屏這個路障 那為了掃屏這個路障 我大概從2015年的時候 開始成立了宗教育派的文書委 那然後那個 2016、2017的時候有陸續寫一些文章 好 那那個 那那個 許律師剛剛講到那時候 那個 2016總統大選剛結束之後 那個 胡佳濃的這個 信心希望聯盟 超過很快的很短的時間內 通過了十萬票的門檻 然後達成了那個連署 公投連署之後的那個時候 我開始就寫了一篇文章 登在那個 公民 公公是 PN PN上面 那時候我其實就是 主要是針對他那個時候 他提出來的那個連署書裡面的說法 那他那時候的連署書的說法是說 婚姻家庭制度是社會形成跟發展的重要基礎 所以他要問的是 你是否同意你把親屬間婚姻婦子女兼婦女家四章中 涉及夫妻血緣與人倫關係的認定 未經公民投票的修法 那他的公投的連署的是這樣 但是就是 許律師說的 這列的東西太多了 那所以就是 當然就是不過 程序上是這樣子 缺乏正當性不過 但是 當天其實有很多的人 基督教的 某某那個 領同神學院的上人 就是去那個地方 就是 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 說他應該要 這個婚姻的提案應該要公投 也認為法律應該要符合到的 第一喔 法律要符合到的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上人啊 我已經講了 對 然後那個 所以 所以他說 因為法律必須要符合道德 那所以他認為 他接下來就講很明確的主張 他說同性婚姻違反華人 我們法律負義期的傳統制度 然後 而且他說 他要 當時在場的其他的 非牧師職的 都非神學院老師的 但是他是金土 但是那個 他也是做 譬如說公共政策 議題研究的一個人 他也說 不同於自由主義 你聽清楚 他說不同於自由主義 他要站在社群主義的 人體學的立場 對國家 要求國家 可以對公民自由選擇 婚姻對象的權力加以線索 所以公民本來有自由選擇 婚姻對象 但是國家有權加以線索 那為什麼呢 他建基在社群主義的一個 他建基在一個社群主義的 一個立場上頭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那個 我不知道他講的那個華人文化 一夫一妻的傳統 從哪裡來的啦 都是 不能夠 不能夠 刷腿皮 然後不做研究 就跳動的說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我們都知道華人文化 非常不全 一夫很多妻欸 好 那 那 而且尤其是那個時候 我們2015 成立了一個小組 就是包括嘉瑜也在裡頭 時方 你們可能認識的 林時方律師也在裡頭的時候 就我們就讀到 林時方律師他做的一個 就是史料的提出 他就是說 1912年的時候 就是明治 45年 日據時代 那日日新報 就刊登 諾一則新聞 是講到 變成男子的一個民事糾紛案件 那時候 那個案件裡面是講 台南案件有一個 28歲的消息名字 他應該就是同志 他不喜歡異性 然後喜歡扮作 扮成男生 然後 那他父母過世之後 他哥哥就替他作主 就讓他娶了一個叫 歐姓的婦人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明確的證據啊 就是說台灣早期 就有所謂的同性婚姻啦 那當然這件事情之所以會登上報紙 是因為這個 這個消息名字 剛剛發出噴噴的聲音 是因為我的麥克風嗎 就是 喔好好 那我再換桌上這個 就是因為有個消息 因為那個消息名字 覺得他哥哥看上他老婆 歐姓婦人啊 所以他們就兩個人 就聯妹出逃嘛 就逃家 然後最後家人才登報 要尋人 然後透過警察協助 在台南府城找到人 然後勸他們回家團聚 那我那時候就贏這個 臨時方律師提出來的這個證據 這個史料說 那個討論公共政策 應該要有基本水平 你要根據事實說話 不要胡亂扯 然後而且我就進步就講說 那他如果要講社群倫理 我們就來講社群倫理 那社群倫理的確他會認為說 就是家庭 他其實是有一個一定的價值在那裡頭的 婚姻也是有一定的價值在那裡頭的 他跟整個社群的文化 或者社群關係的一種連結 在這種關係脈絡裡面 扮演一定的重要的角色 那但是我就說 對可是所以在社群主義看來 所以婚姻或家庭他不只是私領域 兩個人關起來的事情 他的確是需要這個社會政策的公共承認 跟公共許可 那否則如果不需要社會的公共承認 跟公共許可 要解決婚姻的這個問題 OK結婚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選項 你們知道什麼嗎 一個就是說絕對不要讓婚姻兩個字 用在同性上面一個堅持說 婚姻兩個字一定要用在同性上面 不然的話就是歧視 然後這樣吵來吵去吵來吵去 其實國家有一個選項是什麼 我什麼都不保障 我通通去建制的話 我哪一個都不保障 隨便你們 隨便你們 像這個商業買賣行為 或者是社會的經驗 或其他的行為一樣 社群主義的確就考慮到這件事情了 所以他就說 但是他不認為去建制化 把婚姻去建制化會是一個好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認為婚姻或家庭 他的確在社會功能上面 辦理一定的角色 然後他就承 他就認為他說他 他其實有一定的價值 他涉及到公共承認跟公共許可 這有一定的重要性 這有一定的重要性 所以社群主義不會建議就是說 好我們通通把這個去建制化 把婚姻直接從現馬裡面拿掉 從此以後我們就別再吵了 但他會覺得說 我們必須談 我們必須好好的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確面臨了一個 社會的劇烈的變遷 你們如果稍微想一下 同治婚姻的這個議題 其實提出來然後吵成這個樣子 其實也是近幾年的事情 當然齊家威那個可能就是努力了非常久 有十多年了嗎 他一直在那裡 這有個歷史比較難受嗎 好那我們就不去追究那個歷史 那我們就是講說其實 其實我覺得談同志婚姻的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可以就直接講出來 我們其實在台灣經歷了一定的一個社會變遷 我們的確過去傳統認定的那個家庭價值 不足以維繫 或者是撐起這個社會的這種文化啊 或者是關係的那種網絡 我們的確需要把我們的家庭的意義 或者是婚姻的意義 把它放寬 把它納寬 那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講好像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很激進 其實比我們激進的大的人在 1960年代的時候 女性主義開始在美國 黑人民運開始在美國 或者是說這種那個殘障運動開始在美國 興起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她就講了啊 她那時候就講了 她說在生活方式劇烈改變底下 社會必將遭遇來自於宗教的強烈反錯 她那個時候就講自由派你要洗絲啊 你如何在自由個人及社會責任之間取得平衡 你才能打贏這一場 你才能打贏這一場公共政策的戰 那那所以其實後來就是 包括這個所謂社權倫理的這種倫理學者 Michael Sandel 她其實也講她在1970年代的時候 她就說那個應該是說她講她回溯1970年代 她說1970年代的時候美國宗教優派興起 Religious Right 那我待會會解釋什麼是Religious Right 那就是美國 因為她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要的 主流宗教的國家 然後他們乘坐的 五月花號飄洋渡海的來到新大陸的時候 她其實就期待那個新大陸會變成是上帝國的 Kindern of God 就是上帝治理的國度 就是基本上其實跟偽教徒治理國家也差不多 就是真的拿出她的聖經來 然後就希望她的聖經價值可以 完完全的後世在這塊土地上 那那個 這就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宗教右派 那所以Michael Sandel她就說 你小心你打這場仗 你打這場仗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更多的方式做更多的研究 然後去講清楚這個社會 在經歷這個改變之後 你遵從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這場仗才能夠獲勝 不然的話她說自由派 對不起 你會全面從宗教跟道德樂述的領域 攻守退讓 我們都覺得蒙蒙們很不合理 但其實有一件事情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既然蒙蒙這麼不合理 為什麼她在2013、2014的時候 可以出來三藍、台湾、國安大道 由於是三藍、台湾、國安大道 她用什麼方法動作給出來 全部都是基督徒嗎 全部都是從宗教的努力出來的嗎 我覺得她 我接下來就會講 我覺得她很有趣 絕大多數 我相信恐懼是她動的人 這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人數動的是 就是基督徒在台灣的演出 其實我跟妳講的是 對 加上天主教 好不讓她那麼多加起來 不過比同志人數還少 差不多有五了 差不多有五 因為妳把所有其他的基督徒 要害後都好讓她加起來的成功 那那個 可是這麼少的人 也很難說她能夠掀起翻片巨浪 所以我覺得 就2016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寫篇文章 就在台湾中藥肉汗的時候 我就說你們不要看錯中藥肉汗 它的 它怎麼樣子可以動員這種社會 進行這樣大規模的 你們所謂的反運動、反操作 那其實我覺得它就抓到一點 我們都很渴望家庭成為我們的立同港 我們很渴望家庭成為我們的立同港 譬如說你失業的時候 你短暫失業的時候 你要靠誰養你 家庭 你生病的時候 你靠誰養你 家庭 你情感的依歸從哪裡來 家庭 你從哪裡開始學習你的基本的文化跟語言 家庭 那 所以 所以 早先 我覺得早先在台灣的一些統治運動的人 遇上某某門的時候 都會說他們是恐性 但對不起你搞錯了 他不恐性 他恐 他恐他的家庭這樣子 所以一些研究1970年代 美國宗教右派的時候就說 你要搞清楚美國宗教右派不是把東西都想得很清楚 一路開始集結形成他的力量 不是 他其實是在那個時候經歷社會劇烈轉變的時候 他開始擔心他的家庭價值 無論是在教育的長次 無論是在婚姻的長期 無論是在性領域的長次 那所以他開始一次一次的動員 那每一次動員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成功的集結出一個基本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那個讀書會的時候 有一些朋友就是認為說 某某門是從什麼時候出來的 某某門是從2007年的時候才出來的 我就說你搞錯 某某門出來的時候 你那個更早 如果你們回過頭去回想一下 母性主義運動在台灣 在講到人工升級 法的時候 其實早就跟宗教的這些勢力 打了十年的戰爭了 因為那時候就有說要限縮墮台 那時候就有限縮墮台 那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這操作的方式其實非常就像 就像反同會一樣非常像他 他們從國外引進相關的資料 所以那時候引進了是什麼 蠶食的女性美食對不對 然後透過某些管道 然後他就進入到各國中小學的教育裡面去播嘛 對不對 那現在的情況非常像啊 現在的情況非常像啊 所以他已經從美國宗教右派 這個傳播出來的這樣子的一種產品 不管是從韓國或者是從香港 然後進到台灣來 那他其實就是這一套操作方式早就出現了 早就出現了 那而且美國宗教右派的一個典型特徵 就是他環繞著這些家庭價值 反墮胎 反同性與戀 反婚外性行為與性工作 就是這幾乎是 就是他的核心反對的幾項律動法 當然他當然在美國那個環境裡面 宗教右派要為了要 為了要就是獲得更多的政治力 他當然會想辦法去做一些串聯 做一些交換 那做一些串聯跟做一些交換的時候 當然他可能會交換出一些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 那個 在這個美國界定宗教右派的時候 他說 那個 這是一個學者Robert Maddox 他就說大部分的宗教右派 都對家庭價值抱持著 非常強烈的一個態度 而且他把家庭價值上當到就是說 他攸關基督徒的身分認同 你如果不接受這一套 他的家庭價值 對不起那你就不是真基督徒 就像我代就不是真基督徒 我從講過他的議題的時候 就已經被怪上了 不是真基督徒 共真基督徒的那個名稱了 所以你會發現在美國那時候 他們其實把家庭價值升到 變成是身分認同的一個重要判準的時候 那你其實已經走到這條線上 你已經是沒有退路了 已經沒有退路了 然後但是你還 你為了要爭取更多的支持 你會去交換 所以在美國的宗教右派很奇怪 他會交換出更多的東西 除了反過 剛剛講的反過台反同性戀 那個平等權力修正案 還會反那個戰略武器先制案 支持擴充軍備 反對美日歐三變位 女後面這幾下你都覺得說奇怪 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 但你放在他那個脈絡裡頭 你就知道他其實就是像很多 研究宗教右派的學者說的 他們其實並沒有一套非常一致的一種想法 界定宗教右派最好的方式 就是說他有一套家庭價值 那這個家庭價值 我跟你講在宗教的信仰裡面 那他就是鐵三角 他會認為 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裡面 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結合 然後發生在婚姻裡面的性行為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生女下一代 所以一個負責任的父母 負責任的親子 必須是在這樣子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裡面 有性行為 然後生女他的下一代 你才能夠把小孩交好 這是一套核心價值 然後在美國宗教右派1960年代 一段的超兵演練 那時候那個塔克總統啊 然後之後又加上雷根 他一次又一次的這個超兵演練之後 他這個核心價值 他慢慢的從聖經裡面 從他教會的實踐網絡裡面 去建立出這樣的一種身分認同 然後這個身分認同就開始回響到這個地方去 包括北州 上面很愛烏干達 烏干達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上面很愛台灣 所以我們都已經來了 那 好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一連串 這一連串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種動員 我們的確需要想出一些好的方式去回應 好 那我相信就是在台灣 其實非常死硬的宗教右派人數非常的少 我相信在台灣 至少我的教會 台灣基督教導的教會 這樣子死硬的人非常少 那我就要說 其實 蛤 總會發生什麼事 總會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總會努力維持 避免教會分裂 所以我接下來就講 就是我一開始以為 我早先的時候 我從來認為我必須要討論宗教右派 因為我覺得我們自己不是同志 這個議題應該讓我們自己去打 這是你們自己的battle 你們應該自己打 後來我發現就是說 不是 就是其實在教會的動員 或者是他的傳統的神學理解上面 製造了很多的路障 那明明就是這件事情可以好好的討論 結果後來就變成是 情緒決定一切 那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我講的 他也這樣說 他說在美國的情形也是一樣 那你覺得 他說這個議題已經脫離了 這個女性變惡可以解決的範例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宗教右派其實他之所以能夠進 人數這麼少的基地圖 能夠動員出這麼多東西出來 是什麼?恐懼 因為家庭價值 所以我覺得家庭價值 要被好好的討論 而且我覺得 我相信這個討論 無論是從自由派 或者是從社群人力 都可以討論出好的東西出來 那我覺得 在討論的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 後來我就慢慢發現 不但是宗教右派 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只是為了對峙宗教右派 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是有極端的原因 你覺得就是完全排斥 宗教進入公共辦理去發言 這件事情我覺得也很可怕 也很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這件事情沒辦法做到 如果你對宗教有所了解 宗教不是所謂的 就是固定上去一個地方 然後舉行一段儀式 不是這樣子 宗教其實是 就是Portemps說的就是 阿美卡 所以是終極關懷 你知道一個人 可以為他的終極關懷 奮戰到什麼程度嗎? 我們現在當然講到 宗教右派的時候 都覺得這些是 狂熱分子很可怕 一無可取之處 但是 不能把這個時間 往前回推翻時 1970年代 你知道長老教會那個時候 長老教會跟現在不太一樣 1970年代 那個時候那些 在戒嚴體制底下 長老教會在那時候在台灣 大概是唯一一份 敢公開批評 國民黨政府的報紙 所以那個時候的黨外人士 即使不是像 即使不是長老教會 也不是紀錄 但他會定長老教會的報紙看 長老教會的報紙看 台灣教會公報 那個時候就像是現在的自由時報 或者是蘋果欲怕一樣 就是什麼你在中國時報 或聯合報看不到的 都在他們報紙上面看不到 所以那個時候的長老教會 其實很早的時候就開始 講我們的呼籲講 在那個卡特總統去拜訪說 我們時候提到我們的呼籲 呼籲台灣成為新而移立的國家 然後講人權 講宗教的自由 講人權 對 所以那個時候 你講好像會被視為是 台灣人權的先鋒 那時候不管你是不是紀錄圖 你投文章幾乎都可以投到 教會公報 而且教會公報會看 所以你知道誰投過 你知道嗎 吳淑貞 陳全臉的太太 他不是紀錄圖 但他投會看 陳勇欣醫師 他那個時候不是紀錄圖 後來是紀錄圖 對 他那個時候就曾經在 《將會公報》刊登 反對融發糖那一種 就是把精神疾病的人 通通都關起來的那一種治療的方式 然後他 所以那時候的長老教會的觀念 是非常新的 幾乎就是台灣那時候那一代 那一代就是 反國民黨戒嚴體制的人 各式各樣的民生的議題 他都會投到《將會公報》上去 好 那所以大家都害怕 那時候為什麼長老家沒趕 你知道大家那時候都害怕嗎 沒有人敢犯報紙嗎 台灣教會公報曾經被沒收 然後牧師在長道的時候 站在上面的時候 下面就有人就在那個地方 收集情報 聖經被沒收 大家就知道一開始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了 所以你回過頭去看那段歷史的時候 你就知道 宗教這件事情 如果是被稱之為up the concern 他 對不起 你如果沒辦法說服他 好好地跟他講 他就會跟你站到最後 那所以我覺得說 永遠不要忘記溝通這條路 在這個島上 不管極端太人數有多少 他如果沒有辦法被成功地說服 就是你從自私的利益自私的角度來講 他都會是你的絆腳石 他都會是你的絆腳石 那所以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在對峙宗教右派的時候 請千萬不要走向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你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的時候 其實就是兩邊的力量極度的對立 我告訴你沒有一個政府敢在這種 極度對立的情況底下 通過什麼樣子的好法 我覺得小英政府現在這樣的一種做法 雖然他競選的時候講這一套 上台的時候有講這一套 口中無時無刻掛著的一個 就是愛台灣的前輩 那我大概心裡 大概心裡 心裡數一數都知道 那個愛台灣的前輩會是誰 我猜那個愛台灣的前輩是 蛤 不是不是 我猜那個愛台灣的前輩是長老江偉的 我猜那個愛台灣的前輩是長老江偉的 我也愛他 所以我就 雖然我不同意他的做法 但我就姑且隱其明白 就是這位前輩 你不要小看他 你今天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談同志的議題 講言論自由 他有公義分 他有公義分 我們現在對峙的宗教右派 不是可比 就是非常差的對手 這一票宗教右派裡面有一些人 就是非常差的 譬如說那個霸倉的 那我就是從2017年年底 就從2017年12月1月2月一路寫文章罵他 對 可是在市政裡面其實有一些人 他在其他的領域裡面 他其實是非常熱 他在爭取本權上面 他其實是非常 非常貢獻合約的 非常貢獻合約 那所以你 其實你等於是在 你必須要就是分清楚你的對手 然後去談這個 談那件事情 那我必須講一下 我採取策略是什麼 當我面對這些 我覺得可敬的對手的時候 我就是很努力的念書 因為我是一個Late Person 我不是牧師 我必須非常努力的念書 然後讓他被我講書 那我要怎麼樣讓他被我講書 我會過頭去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看去年 去年是宗教改革500週年 所以我就開始查 開始寫宗教改革500週年 我會過頭去看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那個水洪反對教宗 然後他就是不實烈教 那他那個時候就是宣稱什麼 宣稱他有宗教自由 他說教宗你會犯錯 所以順服自己的良心 比順服教宗還重要 那馬丁路德那時候建立了 宗教自由作為一個人權的主要 他那個時候沒有提到人權這個概念 但宗教自由使用非常非常基礎的人權 你可以想像跟宗教自由有關的是什麼 他不是跟宗教自由裡面所講的良心自由有關 都包括什麼 良心自由 你的言論自由是你的良心自由 對嗎 然後你的集會結社自由 也包含在這裡 然後所以馬丁路德那時候 建立了這個宗教自由的這個 良心自由的這個指標之後呢 其實後來包括我們講的兩公約 公正公約 紀氏文公約裡面 也特別提到 規範了所謂的良心自由的範圍 認為他包含不只宗教 還包含一個人的思想 跟他的價值選擇 認為國家無論在任何情況以下 不管這個國家進入到什麼 機動員的情況以下 你絕對不能夠限縮 對良心自由的保障 那所以我從這個地方開始講 我比較採取另外一個poach 我比較接近德沃吉·郭平的說法 他說同治運動如果宣稱他 自己應該擁有良心自由 這個國家應該給他良心自由 那麼他們可能比其他訴訟於民法 還獲得更多的保障 你今天 你等於是剝奪我去跟隨我的良心 做我的人生價值選擇 你等於是基於某些人的價值 去否定我有價值 我所選擇的人生 歸因 我所選擇我自己的生命的樣態 我的這個性取向 這些東西都跟我的基本價值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你否定我有這樣子的權利 你把這樣子的事情形式化 這件事情為形式化 否定我有這樣子的能性 是非常不對的事情 它為了人權裡面非常基本的指標 這是我做的幾件事情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辦週大改革 我辦週年的研討會 然後就是一直反覆的闡述這件事情 甚至跑到天主教 辦了這個 中教改革500多年的研討會的時候 我也反覆的講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這樣子反覆的講的時候 輕點看到下面另外一個故事 聽到我把同志一提在天主教面前講的時候 他的頭都不下去 沒有就是 他有可能覺得是 我挑起了激烈的紛爭 這是一個敏感的議題 天主教好不容易願意跟新教修和 然後我就在你這個場子裡面 就是砸鍋 直接就把這個同志一提拿回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都以為天主教很反同 可是天主教其實已經接受了大理官的視線 我在2016年的時候 寫那個 他宗教支持同性婚姻聯署書的時候 其實你們如果有機會上網去看那些 聯署的生命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天主教題 以他個人的身份聯署的 是以他個人的身份聯署的 所以其實後來就是那個 把頭抵下去的那個牧師 在後來吃飯的時候 跟辦這個活動的天主教的那個 那個一個對 一個 辦活動的一個 主辦方的一個人 在 我會保護這個主辦方的人 我也不要叫他那個名字 人談話的時候 那個主辦方的人直接告訴他 他可以接受 這件事情 他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他覺得 從良心自由這個角度來講 說宗教跟政治應該分離 不應該拿著一本聖經 就想要嘗試建議這樣子的一種法律 這件事情是 其實是基督教傳統裡面 就是附上了血的代價學會的教訓 宗教改革 就是像那個 John Ross這一歌的大師說的 宗教改革跟他之後發生的一連串的戰爭 如果可以對現在的社會造成什麼樣子的 積極貢獻 基督教的人打成一團 這件事情 可以對 不是基督教的社會有什麼貢獻 就是講清楚一件事情 宗教價值不能夠直接搬到政治領域裡面 去對其他的人進行規範 政教必須分離 這件事情是基督教承認的 是承認的 也是在宗教改革任教學期裡面 你知道嗎 離婚 離婚這件事情 我說的不是 我講清楚 我說的不是取消婚姻的有效性 這是天理教代的事情 我也不是在講休期 休期很長的事 我就休了 我講的是離婚 在密法裡面 承認離婚是在新教的異區 一路德加爾文 承認可以離婚 當然那時候的離婚提道歉 很複雜 就是說 你要等七年 即使丈夫對於遺棄 七年都不供養你 然後消息都不給你無重 你還是要等七年 然後 而且就是 除了這個等七年之外 還有一次說 這個 除非他把你打到快 否則通常這個把你 通常都會勸和你 勸你 那當然 但什麼叫做把你打到快死 有的時候我們作為女人 認為打到快死的情況 所以一個眼睛被挖出來 的確是有一個麻木工人 打他的老婆 打到他的一個眼睛掉下來 掉出來 結果呢 結果其實法庭 或是告訴他說 從此以後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答應老婆 然後還是說這夫妻要各自自我節省 然後他還是勸他們 繼續維持在這個婚姻裡頭 所以你要知道 現在這種這個歧視 其實早些也歧視過別人 特別是歧視女人 所以打成這樣子的以後 他還必須要在這個婚姻裡頭 但現在的新教育 會不會再說等七年 或者是打成你眼珠都掉出來 拜託我 打成眼珠都掉出來了 還叫你手在這婚姻裡頭 不會啦 不會啦 但這花了多少錢 五百年 我說過啊 去年是重量感到五百重年 那可是我相信好 我們改革的角度可以變得更快 所以我從2017年 我以開始故意的寫文章 罵那種比較次等的宗教育館 那時候我其實就是一直想辦法 呼籲長老教會 跟這一類的宗教育館 划清界限 那我要問問我 我從他最熟悉的 最引以肥傲的歷史開始講起 我講他1970年代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剛剛已經講過了 他站出來撫慮人權 所以我其實罵他那時候 都罵得很凶 不過你假的 他那時候出這個三個聲明 也都罵你罵得很凶 譬如說1975年 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婚姻 然後在這個 我們的婚姻在這裡面 他自我批判非常嚴厲 他說我教會的傳道人 由於信仰立場不堅 對自己教會失去認識 常常受到其他團體擺佈 然後呢 對社會公益的問題缺乏敏感 只是企圖顧全自己的利益 被了良心說謊話 教會如果缺乏誠實 公益將導致癱瘓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文派的宗教右派 他是可敬的對手 你要好好的跟他講 你可以想像在這個社會上面 有哪一個團體 發表公開性的時候 然後無許延遇就聽到他自己 而那個時候市長老教會說 台灣社會都沒有人起來 站出來和固人全身 台灣社長老教會出來 但他台灣社長老教會出來之後 他這樣子罵他自己呢 他說他的性是怎樣 對自己教會傳統沒有認識 被人家帶著跑 然後對公益沒有追求 只顧自己的利益 背著良心說謊話 我請問你 你在台灣 你現在在想 台灣還有哪一個團體 曾經這樣罵過自己 沒有啊 長老教會那時候為什麼要罵自己 因為國民黨聖統教會 上面做的是什麼 問師跟國民黨妥協 常失去獲得某些政治利益 所以長老教會開同課的時候 就是甚至就是那個 要玩建點展 要人就是從國民黨那裡落盤 偷偷摸摸的跑來叫做 那邊講說 那個國民黨已經帶了50個人 然後要去吃飯裡頭 然後兼給錢 就是接下來開會投票的時候 要投給聽國民黨的聲音 你碰到意思可能要快一點 我超過了嗎 就在五分鐘 我真的是超過了嗎 好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我必須講 我覺得在禁教信仰裡面 有充分的依據可以說 人權可以 崩頭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知道禁教信仰裡面 我們相信的就是基督嗎 對不對 不然我就比較禁教 基督就像蘇格拉里一樣 還是不殉道 他就是公投投給他死的 如果你回過去看似福音書裡面 他就是公投投給他死的 一個彼拉多說 這個人是沒有罪的 你們要不要讓我放了他 結果大家都說 不要放他 我要放巴拿巴 所以彼拉多問了三次 沒有辦法把他殺了 那個就是公投的 所以在那個信仰的故事裡面 講得很清楚 就算是為了大眾的利益 你都不可以犧牲一個人 你不可以犧牲一個無辜人 他應該有本權利 去承受大眾的利益 所以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 我們還剩35分鐘 因為我原本是希望 留到45分鐘左右 讓大家會不會 所以請講者先結束 那 所以 大家剛剛聽完之後 可能 大家還期待有更多 講者之間的對話 但是 可能 你們自己也有想講 或有想問的 所以我想還是有大家先問問題 好嗎 所以 你先問 你先問 好 講者 可以嗎 來 請請 我剛剛有一個課堂 然後 然後 沒有 沒有 我其實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困惑 說真的 其實我自己 這算是有很多機會 跟所謂膽同的 基督教徒 接觸 不論是 牧師 或是 律師 那當然 我們的接觸 往往是在 當然支持同事的 我們也會有所接觸 可是 反同的 這些 牧師或是 那個 律師 接觸的時候 老師說我自己 從來沒有說 都不想對話 當然 公聽會上 當然 當然我們一定會是去 展示自己的論點 可是各位知道 公聽會 或上聽眾會這種場合 根本也不是對話的場合 所以我講的就是說 譬如說我曾經下了一個節目 然後 一起上節目 有一個 是一個反同的 律師 然後 那他一直在跟我說 那個 同志教育 很不對啊 很不好啊 我現在是 簡要的說明 我不可能 重說那個對話 那就是說 像教學的性別光譜啊 如何如何 然後又有什麼什麼問題 那能夠回答的 我都盡量回答他了 那然後我也跟他說 其實我覺得 那他就是也有問我 類似說 那你覺得 幾歲都可以 教同志教育嗎 我就說 我覺得是 我說性教育 我覺得 還有同志教育 都是不論幾歲的小孩 都可以教 問題是 你的教法 跟你的內容 不會是你樣的 各位 了解我的意思 而不是說這個議題不能談 可是你的談法 你勢必不可能是 刻意去告訴一個 八歲的孩子 或九歲的孩子 性行為的細節 你必定是告訴他一些 比較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但有不同的教學方法 其實這個是方法的問題 如果一個孩子 沒有受到一定的性教育 或者是同志教育 這個其實也是有可能 產生很大的悲劇或問題 像有的小孩子 他被性侵的時候 他不知道那個是性侵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認識性 對 好 那 總的言之 我把我的問題 背景講完了 然後我們也經過一個 冗長的對話 那對話完之後 其實我就跟他說 他說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是在講同志教育 那些教材 我說好 那沒關係 你有我的名片 不然你就把 你覺得有問題的那些寄給我 因為我不確定你講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他用口頭講 我說你寄給我 那我們約時間討論 我就這樣說囉 沒有下文 就是不會有下文 那我知道他們也去遊說一些人 可是他們給的資訊常常是不完整 或不正確 或錯置某一些教材的年齡層 這類的情形其實也發生過 那像現在反同志教育的公投 他們最主要做的訴求 也仍然是用口味教材的內容 或是什麼去講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 其實 以教材內容來做為反同志教育的公投 先不論他講的內容 到底是當還是不當 這件事本身就像是陰淹廢食 以及把孩子跟洗髒水一起倒掉 你今天因為有一個數學老師 數學教得很不好 所以就說我們不要學數學好了 但是說今天有一個 你懂我的意思 當然數學跟這個性質有點不同 大部分的人可能對這類的東西 就是對 那也就是說 那我另外一個例子 我有一次在一個場合 我再舉例一個例子 表示這類例子很多 我的困惑很深 就是說 我另一個場合有一個退任下來的 他其實是司法人員 他退任下來 可是他其實也有生死人員的身分 然後他過去是聽說了傳說中的我 然後他終於有機會 就是跟我面對面談話 然後我們談完話 他其實就是對我說 其實許律師你講的話 我都聽得懂耶 我就想廢話 我說了什麼 然後 然後他知道我在說什麼 也知道我們在爭論 或者是我們嘗試要去跟社會還有 對 然後 然後他就說 那他其實有點希望 有沒有機會找我去他的教會 連講 我就說 我只差沒說不用給我錢 因為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就跟他說 真的那太好了 我就說那你去安排看看 如果有機會 結果我當然也是不會邀請啊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我甚至就是表現得非常熱忱 而且就是非常的高興 然後還有一些場合 我們被邀請 然後據說也要邀請反對的人來 對 對 對 或者是要求要分開舉行 我也曾經被邀請過大學的課堂 後來另外所謂反方的人 發現要跟我同台之後 然後就說 那他要分開舉行 並不是因為我太強 各位不要這樣想 而是因為我覺得 他們沒有想要真正的對話 這是我想說的 所以 對話如果沒有真實的溝通意願的時候 這件事如何可能 就是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有時候 那到底他們在怕什麼啊 可是我相信 陳老師講的 不一定是我講的那些狀況 我的意思只是說 好 我的問題太長了 我先讓陳老師回答 應該是這樣講喔 我可以了解那個 許醫師的那個 那個 詩話 就是 你覺得這個議題對 你 因為你是同志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時時刻刻在受苦 時時刻刻在感覺 你自己受到歧視 但是 然後你 你覺得你沒有誠意要跟他瘋 結果 可是他好像就是 動無回音 其實我覺得這個無回音 其實顯示出一件事情 不是他覺得這個 對 他覺得反 就是 他一定那個 可能是他擠出來的 我猜我知道 你講的那兩位 我猜我們 對 就是 他覺得 你講到甚至 跟教會有關的人的時候 隱密其名的例子 比較多 沒有 我隱密其名的原因 是這樣子 我不是會保護他 只是希望他改變 你知道嗎 如果我今天 光明正大的講 某某某某你幹過這個事情 你實在是非常的可惡 我等於沒有給他 那我 我 這個 我期望他改變 那 我先講說 為什麼 我仍然相信他可以改變 基本上 我相信 我們談到的那些人 如果我們講 我們要人 我相信那些人 就是 最終 會改變 因為這些人 都在做死刑 遇到他 那如果你們還記得 2010年 台灣 重啟死刑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爭議有多大 你當然會知道 就是說 那個時候 那個恐嚇性說 要強暴 強暴 Face聯盟的人 的信 直接投在他的信箱裡面 Face聯盟 當天晚上他就搬家了 然後那個時候 站出來支持 退出死刑的 你真的不要笑喔 所以我才說 你一方面反對他 但你一方面要欽佩他 在那個時候 得癌症的得癌症 開刀的開刀 生病的生病 還願意站出來 支持 退出死刑的 是誰 是哪三個 高俊宁 周蓮華 上國時 結果其實 這三個人出來 沒有用 被罵到臭口 我還記得很清楚 上國時 上國時 主教 那個時候 應得癌症了 然後他站出來 然後之後 在華辦大學 辦了一場研討會裡面 我就親眼看到他 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別人就嘲笑他 嘲笑他 然後說他 可能就是沒有想清楚太老啦 所以才會出來支持 戰苦跟退出死刑 他還坐在那個地方 很不錯 反而是我們這些年輕人 這是我大老的事情 就是拍拖子 差點要拍拖子 跳起來 講說你 你到底是何德何德呢 你去做這樣子的事情嗎 你可以 你可以 侮辱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 宗教的秘書 他可能不對 或不完美 他有不足之處 但沒有到你這種 你什麼咖啊 你也可以出來 你的地步 那 那我接下來就要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不常生意猜合 我首先想跟大家道歉 就是如果 如果真的是這樣 可是你覺得 這件衣服 不是他最重要要關心的 你的受苦 不是他最重要要關心的 那我真的是非常抱歉 那可是這件事情 其實是騎來抖子 就他關心其他的價值 那我覺得我們想辦法 跟他對上話 就是讓他知道說 他關心的價值 沒有關係 譬如說 他覺得家庭是社會的基礎 我當然知道家庭是社會基礎 所以我才會說 家庭應該要怎麼樣 要有尊重 要有自由 要有公主 對嗎 所以這樣是不可以處理大老婆 父母不可以隨便賣女兒 或者是家暴女兒 那同性的結合 完全不會用這個表現 那我就會 我不會採取這樣的說法 那其實我最近寫的 一篇文章的時候 我最近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我很驚訝一件事情 我很驚訝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教在很多方面 其實是資訊相對缺乏的 這件事情可能不能光怪基礎 是怪台灣整個那個戒嚴體制 把台灣的社會就是鋪立起來 所以你知道同治議題 台灣出第一本書 講同治議題是什麼時候嗎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2015年 那你說是教會 教會出的同治議題的書 在解釋 從同治的角度去解釋聖經 2015年 2015年 真光教會出書 然後 那他出什麼書呢 他出這本書 上帝的同治進化 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東西 是2015年才出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今年2018年 他是不是需要有時間 他需要有時間受教育 他需要有時間受教育 審決院裡面的老師 目者出來消化這本書 講給大家聽 減緩他對 心裡面對於同治那種排斥 所以我其實寫了一篇文章 講這件事情 那我在那篇文章裡面 我特別是提到 其實在《馬太福音》的 十九章十二節裡面 有講過一句話 非常要的一句話 耶穌說 因為有生懶是焉人 也有被人焉的 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焉的 這話誰能理受就可以無受 但這裡面講了三種人 生懶是焉人 被人焉的 為天國的緣故自焉的 被人焉的 被人焉的你們就知道 對 然後為天國的緣故自焉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 他為了傳福音獨生 這樣就比較久 然後問題是 他講的另外一句話 他說有些人生懶是焉人 誰是生懶是焉人 所以在那本書裡面就講說 其實這個講指的是什麼 通治 然後他引用了其他的 當時的 聖經之外的經典去說 其實那個時候 包括就是像那個 巴比倫猶太法典 然後都講到就是說 有一些判定 生懶是焉人的標準的 譬如說像是什麼呢 那個體毛 你有沒有講陰毛 鬍鬚 毛量多不多 小便的形狀跟尿液的樣態 聲音是很符合變形後的 男生或女生作為盤人 這個經文為什麼非常重要呢 因為我覺得過去 對不起 就是坦白直接講 過去的同治運動裡面的一些 對抗基督教的聲音 其實是容易引起對立的 我必須這樣說 如果你對基督教的傳統 沒有夠深刻的了解 你隨便解釋他的經典 你看他會不會 你說耶穌是同治 你怎麼不拿這種話 去對回教徒說呢 霍涵默德是同治 你記得法國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把霍涵默德 就是那個怕在地上 然後就是那個 有同治要就是性侵他 是不是性侵他就是跟他發生性行為 你以為回教徒怎麼樣 怎麼樣 你知道的很清楚嗎 我現在講的這個消息 你不知道的請舉手 查理周刊的事件 查理周刊的事件啊 回教徒非常的憤怒啊 然後他就是 引起激烈的對立 所以你如果解經解不好 真的是沒事 不要隨便碰你那個聖經 就好像你覺得基督徒沒事 沒事又不懂 隨便他講話要視線 然後推出那種很奇怪的視線文 引發憤怒一樣 我跟你講 你沒有很清楚的了解這個經文 你沒有辦法站在自己 站在非常結實的理論基礎上面 去解釋他的經文 你動著就會引起什麼 激烈的對立 因為他覺得他被你羞辱嘛 他的信仰被你羞辱 耶穌基督被你講成是同志 你穿穿看 你穿穿看 你去講佛陀是同志 或者是什麼 就是他們從武至今 從來沒有這一套解釋 然後你就是那個亂悟 橫空亂悟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非常糟糕的解釋方式 非常糟糕的解釋方式 那當然會出氣 會幫同志出氣 沒有錯 因為就是表現的讓你就是覺得那個 非常具有敵意 可是你的這種溝通的方式 會造成我覺得不必要的摩擦跟緊張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聖經裡面的經文 是可以被拿出來教訓的 但是這本書翻的 這本書翻成中文的手上是2015年 所以它需要時間消化 台灣的基督教需要有人 而且做這件事情 做同志神學 但是起步的時間非常晚 這件事情我很抱歉 雖然1996年的時候 就有第一個同志的教訓 但是真正好好的去做事情的 出了書的 對不起 真的是非常的晚 那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我也必須說 就是不單是很晚 不單是這個信仰的部分很晚 台灣的基督教去確認說 他對同志的痛苦苦感這件事情 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這件事情的認識也很晚 而且對不起 不是只有台灣基督教幹這種事情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我講到台灣1951年 曾經正式批准了房子儀 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 然後1953年訂定了殘害人群罪條例 可是我Google上網找的 說根據這個公約跟條例 你現在的政府實施政策 你禁止他們的領養 你禁止他們使用人工升職的技術 然後你就是那個 不准他們結婚 這件事情是殘害人群 對不起 這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在台灣的任何的 他們上面看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 從某個角度來講 其實現在的同志的議題 他們是一個單一的議題 你知道你活在什麼社會嗎 欸欸欸 2010年的時候可以 為了跟你立場不一樣的NGO 就全台灣有一個NGO會被追殺到 追殺到就說他要殺死你 他要被控破的欸 然後他要強暴你的 你看過嗎 這是2010年發生的事情 距離現在才幾年 才七年跟八年 這就是我們國民書籍 我們就是活在這樣 一個國民書籍的社會裡頭 然後就有一個2015年才翻譯 才翻譯相關的書 的基督教會 所以對不起 真的是對不起 雖然從96年的時候 就有同志的教會 廣告教會 在一廣告教會聚會 那當基督教是一個好的與壞有命存的 對 對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先講 因為我們通常禮拜五 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待 所以呢 我還是9點半的時候第一時間結束 但是大家的問題還可以問 對話還可以繼續發生 但是現在呢 就真的要把時間太快給大家 我們大家有沒有幾個問題 要幾個問題 三個問題 然後一次問完 台上一次微談好不好 一二 第三位 三 好 好 盡量簡短明確 謝謝 好 直講就是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對台灣社會某程度 帶有一點希望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覺得第一點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其實面臨 到目前為止都還面臨一個認同上的困境 叫做我們是不是國家 我覺得這是我們共同的宿命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軸 所以剛剛陳老師所講的 我們在神學上 就是 是不是其實在基督徒這邊 跟所謂的 就是說我們同志的這個概念 那 如果說我們能夠擴張 其實我是非常贊同陳老師說的 陳老師嘛 就是 就是 對不起 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信仰上面 就是 不要去亂解別人經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是台灣 台灣外公的日子 可以給人家親戶 人家的專要 雖然他可能解禁解禁 那所以我們認為是恐龍法官 可是其實恐龍法官 它有把恐龍法官成 變成了一個因素 跟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我們可以批判他 那這是憲法給予我們的自由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是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開一點 其實我覺得我們 國家有這樣一個宿命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其實是 如果就 是不是可能這樣 第一個我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這個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打開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 人口控制 作為一個現代型國家 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這其實是不是某程度 小英政府到現在 以及很多國家到現在 它連來無法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它跟宗教 然後隨著宗教都派 然後用這個恐懼的東西 去聯繫 然後 然後會覺得就是剛剛說的 那個議題不斷的跳針 就是我的小孩該怎麼辦 我的小孩被什麼教 因為他已經 他則是已經結婚生小孩的人 他做出一種人生的選擇 他當然會希望他的小孩 長成類似的什麼樣的狀態 如果他的自由民主概念 對於人的價值概念沒有這麼深 的確很多人的爸媽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沒有那麼深 所以第二點 有沒有也有可能是這個狀態 什麼狀態就是說 我們就人口控制來講 我們有沒有可能更寬容的 去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是我的呼籲 就是 性別平等教育法 跟死刑的 死刑的停止執行 其實都發生在2006年到2008年之間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當時的主政者跟 是誰 好 謝謝 好 那第二位 大家 有問題是您確定的 謝謝 我想問一下許律師 就我們可能要進行公投 不是 可能要進行公投的話 那麼 如果差個百分之1 差個百分之0.1 這樣就算成功了嗎 好 那如果說 成功的定義 對成功的定義是說 是怎麼樣才會造成壓力 或什麼樣才代表說 立法者可以修改不可 這個是差距要多少 那如果說他真的成功了 那些蒙蒙人的這個公投案 可以抵觸大法官事先的條文嗎 好 這個不是憲法的位階最高嗎 好 然後另外一個 我想問陳老師也是 為什麼 這麼多蒙蒙 可能基督徒的蒙蒙們 他們可以深言說瞎話 做假見證 以一些不實的消息來 污蔑某黑同志 然後他們這樣也 算是符合基督徒的定義嗎 謝謝 第三位在後面 我其實是牧師 所以今天那個 跟信仰的對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其實也蠻相信正教分離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要管信仰都還在想 我覺得很有趣 畢竟其實那個 剛剛有說基督徒 其實人數比同志少很多 所以我其實也蠻感謝 各位同志沒有反基督徒 沒有反基督徒 沒有反基督徒 所以蠻感謝 然後再來就是說人數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 他們可以塞滿卡 才可以很大到 我覺得恐懼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覺得現在 說明把各地方那個超市 在搶衛生紙的人集合起來 說明你可以塞滿卡 我等一下來笑 又搶一下 我後來覺得聚焦可能還是在家庭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的立場 就覺得說 同志他如果非常自由主義 他非常的左派 他大可不用你家庭 他要進到被保障的一個地方 他其實本身就蠻攝取的部分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剛剛許醫師提出來的第三點 就是說在那個教育的部分 性別教育的部分 因為那個對於人權特別是把改革 那個很有著述的那個律師 本身也是在進來教會 所以我大概 我不是同分層 我也是很如雨薄冰這樣子 吃人一頭霧水 一頭霧水 然後 我們為了要期待他可以改變 所以就這樣 他也跟我溝通過 大概也是在談那個教育的部分 那這邊我覺得特別需要一個對話 也是希望 伴侶蒙那邊也可以來做一個思考 也是希望在座的同志 可以來一起來思考 我就說 其實齁 這個他們都很怕說 那個性別教育 我給孩子教育 其實我覺得他們跟小孩子的距離真的很遙遠 就是說 他們小孩子 現在小孩子隨便上網 可以查到 各樣的資料都可以這樣 可是那些家長們就覺得 那我們的小孩最純潔 最怎樣 去學校都被交換 其實我們再多都知道 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需要 更多的對話是跟家長對話 其實我 特別剛剛有提到一個信仰良心的問題 我就是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為什麼要常過我不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覺得我特別需要跟家長做 這方面 我生來就是被淹的人 我生來就是 而且性別都要說 我生來就是 我 我說你也是五性戀者之類的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性別教育 需要 大家可以跟家長做這方面的溝通 另外我們既然都說要打這個戰 我其實也是個旁觀者 因為我不是同溫層 但我就期待說 是不是半檸檬這邊有一個很好的縮貼 可以當這些年輕的同志們可以跟家庭複合 我跟爸爸媽媽說 我生奶雞就是 然後 之類的 有這方面的縮貼 我覺得如果跟家長 都擁抱家庭 其實我們也需要 我們也不是要離開家庭 我們是要走入家庭 這方面的論證或說縮貼 可以出來 我們可以幫助這個 印章可以印章得更好 這樣以上 好 謝謝 那我在想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回應 然後我們活動就結束 所以同時回應的時候也就是總結 那之後結束大家再次再問 好 謝謝 剛剛有一個朋友問說 公投怎麼樣算是成功 我先說 這個公投其實很明顯 是人為刀主我為魚肉 這不是同志挑起了戰爭 這三位公投提案的領先人 都有明確的基督宗教背景 有信義增性靈 兩個是增性靈 一個是有信義提的 人為刀主我為魚肉 就是說同志是被迫上戰場 而且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結婚自由 還有就是尊嚴 因為不只是性性項 性別認同 事實上也是人格權的核心 也是憲法所保障的 人性尊嚴的一部分 所以 我自己其實所謂說 這個戰我們要打贏 對同志來說 這是生存的問題 跟尊嚴的問題 對這些拉起公投的基督徒來說 沒什麼 輸了如何 他輸了公投 他可能贏了地方選舉的十次 他還可能兩年後 如果過了那個所謂公投結果的期限 兩年後還可以再停呢 要拿這個當提款機 拿這個操作這些恐懼跟未知 不知道要操作多久 我要說悲哀跟恐怖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得贏 不只是為自己還為下一代 第二個我覺得 2013年11月30號 當然發起的組織說 有30萬人上開到 有人說5、6萬 但我就說10萬好了 那10萬人從哪裡來 我親自走到那裡面去看 我們也有同伴 真的就去拍了紀錄片 我知道有的人 還是為了拿志工點數去的 有人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但有人知道是要做什麼 但總之我們沒辦法說 比例到底是如何 這只證明了一件事 第一個 這個人數沒有超出基督徒的基本牌 第二個 這個人數證明的是 基督宗教的組織動員能力 大大高過 2013年的同治遊行 最大規模也還沒有超過10萬人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窮鄉僻壤在台灣都有教會 但不一定 不是不一定 是很多沒有同治組織 所以這次組織戰的問題 絕對不是說 因為這些基督 反同基督徒講的話很有道理 或單純只是因為他們煽動恐懼 我也看過他們發給各個教會的一些東西 就是動員的蠻快的 所以我想說的是 這次組織戰 那同治要打這個仗 或者說被迫打這個仗 你也必須打組織戰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成立 像伴侶某這樣的組織 以及為什麼有其他的人權組織 或同治組織的存在 的原因 所以大家行有餘力 能夠做的事情是 了解自己可以在什麼位置上面努力 然後某些活動 某些行動 或者願意加入某些組織成為志工 我覺得就選擇適合自己的位置去做 但是你總是得做些什麼 要不然你就去做一代幣啊 我真的必須這樣說 這個不是催狂恐懼 因為這件事情它就是有可能會發生 而這件事情整個環境惡化以後的結果是 社會上恐童仇恨同治 歧視同治的氣氛被煽動出來之後 甚至有的同治恨我們這些運動者 你知道什麼叫做有些同治恨我們這些運動者嗎 恨我們為什麼走出來 讓這個議題變成百熱化的議題 它沒有辦法再躲在一個比較安全 選不要被看見的地方生活就好 你問我怎麼樣叫做成功的公投 罷昌案 孫繼政他們最後結果沒有罷昌成功 他們自己高興的很對不對 明明一個罷免也有一個遊戲規則 可是他們覺得他們證明了他們的政治實力 還有動員能力 還有證明很多人 逼得黃國昌立委也不得不說他要檢討他自己 是不是 這個公投他們就算聽證過了 聽證三月會舉辦三場 之後就會公布結果 三月過了以後假設真的有公投過了 譬如同治教育或甚至另外兩個公投 如果他是經過修正 或不知道為什麼 中選會就是讓他過了 我會覺得很遺憾吧 但是如果他就是過了 他至少要得到469萬的人的有效統一票左右 469萬人其實也不少啦 也不少 可是他就算沒過他會覺得雖敗猶榮嘛 是不是 那沒過跟過差別還是在什麼 不只是結果 我可以跟各位說如果 我說兩個版本好了 我現在先不要講那些法律爭議 或什麼憲政論點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講政治上的結果 如果公投過了 那會變怎樣 立法原則的創制 但是重大政策的副決 他要落實都還是要執政者去落實 那就像是748也是要執政者落實一樣啊 這意思是什麼 這個空間大家都還是可以努力 表面上當然政府按照公投法 也是要買單這個結果 可是落實會落實到什麼程度 也不是我要說的就是 這也不是一個一刀斃命的過程啦 就是所有的努力 對平權的努力 都是不可鬆懈的 人權本來就是如溺水行蹤嘛 所以不論是結果是他過或不過 重點是社會氛圍以及政治版圖 變什麼樣子 是大家政治人物被嚇到 就是都不敢碰這個議題 老師不敢教這個議題 即使你共同贏了 所謂共同贏 你就說他們的提案沒過 可是社會氛圍變這樣 我們沒有真的贏啊 平權沒有真的贏 到過來 如果我們有辦法藉由這個 知道這個過程就是會變得很不堪 同志真的就是會被當做一個標靶在打 甚至是一個想像虛擬出來的怪獸在打 可是我們能夠藉由這個過程 真的能夠去改變 包括也強化就是各種資訊 對各種宣傳我覺得事闢後續是一定會有的 對那還有就是組織啦 我真的覺得各地就是都要有更多的同志組織起來 然後也包括同志的出櫃現身 去告訴你的政治人物 你就是同志公民啊 這些東西包括你在生活中出櫃去改變其他的人 對同志的想法 我認為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 至於我會覺得說 解經啊等等之類 很多的同志確實現在 用一種嘲諷基督徒的方式 或者是嘲諷經典的方式 我自己當然也會覺得說 這些做法有值得商榷之處在某些 但是我也有點可以了解 那個背後很深層的憤怒是什麼 因為當你不斷的被践踏 被當作次等的人來看待的時候 對但是我想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很還是蠻重要的一點 是我覺得如果要存在各種 就在各種的差異之下 我們大家要和平共存在這個土地上 那勢必你還是必須以現的 作為我們最基礎的一個規則啦 遊戲規則 否則的話我認為 因為宗教也不是只有基金教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還是會需要有一些 非常非常基本的東西 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一些界限 然後那個是超乎我們的偏好之外的 也就是你可以很不喜歡同志 但你不應該認為你有權利 你主持同志跟你在公民權上面 平起平坐 對我來說這個就是底線 好 首先謝謝徐律師 讓我講一下 你剛好今天給我三分鐘 我盡量把它變成兩分鐘 因為剛剛徐律師後面講到 讓我覺得通常我當輔師的 我都是不講話的 好的我都是這樣 但因為你剛剛只要經驗我 所以我還是有幾句話想講一下 說第一個 身為基督徒真的非常抱歉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呢 你剛剛說 就有一些可能 同志在回憶基督徒的方式 可能要嘲諷什麼 這可能你覺得值得上去 我覺得這抱歉是為什麼 是因為這一點是我們基督徒 自己要去嘲諷的 就是說呢 那接下來我補充一點 剛剛大家一直在聽到 宗教右派這個字眼 以後大家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一個小小的建議 可以講清楚是基督教右派 為什麼呢 因為有沒有佛教右派 不知道對不對 有沒有道教右派 有沒有儒教右派 不知道 那接下來剛剛徐律師講到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剛剛講的是 在2013年 2013年那一天的觀察 那2013年那一天 我在場 也是被圍起來的人之一 那 知道圍起來是什麼的人 就知道 那 你剛剛說到那是體制戰 我覺得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呢 這個事情 在台灣大概比較少人注意 可是 一直有那個問題嗎 明明人數這麼少 比同志還小 為什麼反應這麼大 社會基金這麼大 上一次有這樣的例子 是什麼時候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就是 納粹 一開始一小撮人 然後呢 他激起了整個國家 最後怎麼樣 然後再上一次 有人注意到這是什麼時候呢 1895年 1895年呢 中國跟 新政府跟日本打了一場戰爭 然後把台灣 就 都會讓給日本 之後呢 中國的姿勢都很不爽 那就上書 上書寫 那個上書的康有為 康有為在那裡面 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今天 我們國家公主壁壞 就是我們沒有宗教 而 而 基督教會 在每個省 在每個縣 到處都是禮拜堂 所以呢 我們公子的教會在哪裡 沒有啊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注意到 基督教會是一個 非常有組織能力的一個 就怎樣基層做得好啊 那但是反過來 他們要說 我們說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要建立一個國教 那國教是什麼 當然就是孔子的教會 那所以有沒有儒教右派 大家就可以想像 這總研究只要說 宗教右派是一個很堪酷的字眼 台灣現在面臨的 基督教右派的聲音很大 那我們就說是基督教右派 因為 我們有一貫道的朋友 剛剛有沒有 之前一貫道 如果有人一直出來 幫萌萌講話 對不對 我一直很好奇 他到底得到多少一貫道的認同 就好像基督教裡面出來 把 站在萌萌這邊的人 有得到多少基督票 來基督教裡面的人的同意 至少沒有我這一道啊 沒有你這票嘛 好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一點補充 那最重要的是來 再跟你說抱歉 因為我們基督徒自己 我們自己修理自己 人修理的不夠 所以讓你覺得說 其他人 我們要對基督徒怎麼處理 你還 需要商圈 說實在最後 講你 我自己個人的基督教右派 的定義就是 你正經人家基督教右派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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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也不去講啦 其實就是 這場上要打贏 其實 不是單位同志啦 所以你們如果沒打贏 我就走了 我就走人啦 就是 我想稍微講一下 我不是同志 但是我覺得 那個 我為什麼會關心這問題 是因為我有一個同志的朋友 然後就是 他真的就是 那個 影響我很深這樣子 然後 時不時我會想到他啦 雖然他現在已經過世十年了 那 可是 可是我必須說 當我在神學院開始做 就是辦活動 就是說 邀請國外人 或者是國內的那個 同志運動的人 去神學院裡面講啊 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我必須 我就是必須這樣講 就是 在至少在我的學校裡頭 是同志在出賣同志 出賣 你知道嗎 是同志在出賣同志 在我的課堂上 當我201 當我2015年 為了辦研討會 當然可能像 教會母團 所以我必須自己做 彩虹手工肥皂 然後到那個 營基大遊行的那個 馬路根去賣肥皂的時候啊 我那個 賣肥皂 然後沒有多久 我就在病房上面被質疑 質疑我 質疑我 去賣肥皂 這件事情違反 教會的 2014年通過的 反同木函 反同分木函 然後 然後 那個 那個質疑我 氣而不捨的質疑我 然後要求我在課堂上面 播放韓國的 加上中文字幕的 的 甚至反對中心廁所的那個學生 他其實就是同志 所以你知道我們其實 你知道我們 不是只有同志受打壓 就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名言 就是說當白人跟同志在一起 以後白人就變黑了 你知道在 現在在教會裡頭 站出來 他自己是異性戀 他站出來支持同志 都被講成是同志嗎 我不知道要講多少次我不是同志 就是 就我甚至在 就是在學校的某個內部會議裡面 就直接就是 有人會說 不只是有某位老師是支持同志 他自己就是同志 我那時候椅子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 在那個椅子上面震了兩下 然後不知道自己應該要怎麼樣子 就是反駁他 可是真的很不幸的 在我們的學校裡頭 我覺得好不容易撐起一點空間 可是那個同志不能出貴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異性戀愛 要很勇敢 去幫他們撐出一個空間來 然後結果呢 結果那個勇敢的 在某一個場合裡面 他和我的同學 就被他的同學出賣了 然後這個同學 就是有Gate Radar的人說 他就是同志 我覺得這是一個難打的戰爭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個你不只是一致要對外 你還偶爾還要需要 就是處理這種出賣的問題 所以我記得我很清楚 就是我其實是在上學期的 期末夜講道的時候 憤怒到極點 就是在最後一次我做那個 中間講道的時候 我就是講出賣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台灣進場好像在過去 在為了那個人權去奮戰的過程裡頭 有什麼貢獻是可以為任何一個在台灣 要追求人權的環體 有借鏡的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你要勇敢 你要勇敢 你現在已經在追求同婚了 但你卻仍然沒有辦法出櫃 就讓人看不出你的勇敢 我不是在逼你 可是你們都不出櫃也沒有關係 我還是會繼續為你們站 但是我會 我就會覺得說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第二件事情我要說的是 就是自己出賣自己人的這種事情要提出 自己出賣自己人這種事情 真的實在的一定要發生 那我覺得 如果 我不願意講很重的話 但是因為 許律師已經剛剛講過了 所以我就現在就這樣講 是說 你如果要捍衛某一種價值 然後你又覺得說你可以給一付代價 I'm quite sick 你就別做了吧 因為你內在的力量 沒有撐起你的尊嚴跟價值 你為什麼期待別人會尊重 你知道女性主義運動 女人是站出來的嗎 對啊 女人站出來啊 我想上街頭我想去 許律師子知道的啊 教導教會那個時候是 有牧師被抓去做黑老 如果 如果曾經有過任何的民主運動 可以激勵我們 在爭取人權的路上 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你要勇敢 然後你要看 你要看重自己 可以尋找必要的支持 對 我覺得需要 只是支持靠自己啊 對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像我們今天這樣 就是一個很好的 互相的支援 因為我們在教會裡面 打仗已經其實非常的累了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就很需要 要有人來進入對話 然後把這樣子的一個 議題的能界可以提升 對 就是很Sorry 如果後面講了一些話 讓你覺得難過 我抱歉 那我也同樣 我也基督教會抱歉 但我覺得 能罵的 其實已經是竭盡全力在罵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 今年必須 有公投案 那我們就準備好 自己打這場仗 對 好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兩位小姐 謝謝大家 好 一直說要先走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